工業局局長副局長科長副組長組長 加工租口區管理處處長 經濟部參事兼中部辦公室主任 省副院長在經濟部服務了38年 可以說是一輩子都是經濟部人 他從民國106年8月上任經濟部長以來 推動產業創新能源轉型 並且協助廠商分散佈局 加速投資台灣 同時在今年初組成口罩國家隊 成功抗議 更致力於推動紓困振興等工作 同時他任內致力解決五缺問題 為廠商奔走 面對美中暴疫戰及武漢肺炎疫情 帶來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契機 在經濟部英勢力導之下 帶來一波投資大爆發 目前投資台灣三大方案已經破造 預估可以創造本國就業人數超過8.6萬人 那麼令人最印象深刻的是 今年初面對武漢肺炎 當初的省部長受命成立口罩國家隊 組成口罩製造商 法人以及工技區業者 在一個月之內完成60台口罩機的組裝 那後續32條新增口罩產線 也在3個月 3月底之內完成 將口罩呢 從原本我們的100 每日188萬片 到後來現在已經可以到達2000萬片 那在各國呢 為口罩不足所苦的時候 台灣人都已經可以輕易在網路上預約口罩 甚至現在不用排隊在藥局也可以買得到 我們還行有餘地可以援助外國友人 省副院長的功不可抹 未來呢 蘇院長希望 省副院長對業界的懸殊程度 在經濟領域的長期耕耘 可以成為有政府拼經濟的最佳助手 那因為經濟部長升任副院長 所以新任的經濟部長 將由原政務次長王美花 王美花次長來升任 王美花次長 現在的經濟部長呢 是民國市7年8月10號升 學經歷是國立台灣法律系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的學士 歷經經濟部的政務次長 常務次長 智慧財產局的局長副局長 還有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的組長 專利組的組長 專利三組的組長 法務室的主任 中央標準局專利處副處長 以及宿院會的組長 王部長在經濟部體系 也是服務了39年 比經濟部長多了一年 那對於經濟部業務相當熟人 那在制裁局任職18年 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自105年 好 這是我們看到行政院的最新宣布 也就是最強的歐吉桑 沈榮晶要接院復格魁 再見